11题,就是又是关于选择权。选择权如果利率水准越高的话,则买权,这个先不要管期货,然后台湾没有期货买权,只有买权。 所以那个期货买权呢,跟那个买权的性质几乎都一样,那这个就是关于选择权的那个敏感性。 我有讲就是所有Delta, Gamma, Vega,Raw,那个VTR,那个R就是跟利率有关啦,因为刚好是Rate。 然后所以你们自己就看到了,最下面一个买权Raw是大于0。 为什么呢?因为你利率水准越高的话,你去买现货的那个成本就越高,所以通常就是说利率上升股市跌。 股市跌的话呢,可是呢,股市跌归跌,可是未来,因为选择选择,选择在未来。 未来会上涨的机会还是很大。 所以会投资人更愿意要付一点点的权利金。 反正你把资金移到那个,转移到债市去嘛,利息变高了嘛,对不对。 你利息变高的话呢,那你就是付出一点的权利金。 去那个去,可以说是去投机,也可以说是去避险。 避险的话就是说,那个就是机会成本嘛。 你放弃股市,你选择债市或者定存了嘛。 可是股市还是可能大涨啊。 可是所以呢,你希望说还是有。 可以就说,就好像讲南京一点,就也有点像是买那个,那个乐透啦。 因为你还是可能运气好啦。 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,利率税上升的话,买权的价值上升。 那卖权的话呢,就是下价。 那十二期呢,是说黄豆期货。 现在的价格是633,然后投资人下一个指令。 如果说到达630的话,你就给我卖出,世界卖出。 这当然就是那个啦,停损单。 这个是很明显的,就是说你现在是633嘛。 到630的话,市价,市价就是说一定要卖掉的意思。 就是说用当时市场的价格,那个卖掉。 那第三题,那个多头垂直。 多头,所以那个什么东西? 你有垂直就有水平。 所以我们先要知道垂直跟水平。 垂直的话就是买卖相同到期日的。 选择权,一个买一个卖。 可是那些旅月价不一样。 那水平价差的话就是买卖不同到期日。 一个是远月,一个是近月。 不一定是月啦,也可能是星期啦。 然后呢,也是相同屡约价。 那我们就用那个买权多头价差为例。 就是说你买一个那个假设是1390的买权, 然后又卖一个1490的卖权。 你就形成了这个多头价差。 就是说如果涨的话呢,你就是那个获利。 可是继续涨上去呢,你的获利有限。 所以你就当然知道是干嘛。 绝对不是价格大涨或大跌。 而是会涨,可是涨幅不大的时候。 所以就是答案就是B啦。 你觉得说如果涨呢, 从1390,涨超过1390你就获利。 可是如果涨超过1400, 那你就不会获利, 你就是获利就已经停利在那边了。 这叫做多头价差,垂直多头价差。 那CEO公司你要买石油,买CEO当然就是要多头避险。 像这个是台硕石油的那个网页,就是这样。 所以当然就是那个多头避险,担心原油。 就是多头避险。 14级,答案就是A。 那个多头避险,然后去买原油。 那接下来呢,我们来看下一集,15集。 我先把这个选择权有没有, 那个4个基本结构在这边。 所以意思就是说,如果那个是卖出的买权, 就是右下角,那会怎样? 我们来用那个标普500, 他是说那个标普500是970吗? 像现在标普500的指数是3895点。 你看就这样一路这样涨上去。 理论上,他涨上去没有上限。 所以呢,你可能就是说,有没有, 月涨就一路这样子赔。 所以理论上是可能赔到无限大。 那接下来我们看那个16集, 那个你发行票券、商业本票。 那如果商业本票你发行的话, 你怕利率上升,利率上升的话, 发行人要付出更多的利息嘛。 那所以呢,这个你是卖那个票券, 所以当然就是那个空头币限。 然后国库券价格跟商业本票价格高度相关, 所以是属于交叉币限。 那这边呢,我们也要顺便要知道以下, 利率上升发行人必须支付更多利息, 所以价格下跌。 因为这个票券的殖利率等于利息, 那个除以那个债券或票券, 这个国籍的债券也包含票券价格。 就是这个原因了。 然后那个第17集, 6月份的期货对于市场行星的变化, 比6月份更敏感, 远越更敏感, 而且你预期未来会转差。 可是呢, 你又怕预期错误。 怕预期错误, 就是说也有错误的可能。 这时候就是说, 用那个下这个价差交易, 就是说卖, 卖6月, 卖那个预期, 结果到后来呢, 就6月有没有, 下降的更多, 下降的更多。 你就是说, 你就是做这种, 那个, 就多进月空远月了, 就是要做期货的多头价差。 期货的那个多头价差, 结果后来, 那个, 果然那个价差增加, 价差就是说, 你赌, 你赌它会变大, 啊, 你是赌它变大, 多头价差, 就是说原来是这样, 它变大, 那你就获利了。 所以这个, 这一题当然就是说, 那个买3月, 卖出6月的那个期货, 接下来看应该是18题, 然后呢, 你说你要卖小卖嘛, 当然是空头避险, 然后就去卖那个, 现在卖期货, 就是卖出小卖期货, 那到时间到了, 那叫交割, 交割的话, 你要把它买回来, 就是, 因为你是, 你已经有, 有那个嘛, 有小卖可以卖, 在市场上卖嘛, 你就把小卖卖掉啊, 卖小卖现货, 然后买小卖期货, 所以当然是B, 那接下来那个19题, 空头价差交易, 空头价差交易就空, 空比较近的, 然后那个空头价差就空近月, 多远月, 那个, 空近月, 多远月, 那个, 然后呢, 原来就是价差是3, 3又那个, 呃, 好, 这个因为那个, 呃, 公债, 他已经维持了三十二分之一, 所以零四, 这个减零四就是三十二分之四, 从三十二分之四,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零一, 就是三十二分之一啦, 好, 那这个, 你是做那个空头价差嘛, 好, 空头价差, 好, 那个差的是3又这样, 然后后来呢, 就是这个有这个变化, 好, 他从价差后增大微, 好, 就是说当, 好, 就是说9月跟12月啦, 当9月份期货价位为97, 好, 就是97, 好, 就是07, 就是7除以32, 好, 然后12月是这么多的, 10,好, 就是三分之三十二, 结果呢, 好, 那个是真大了, 那你真大, 就是变大, 空头的人, 当然就是赔了, 好, 所以总共赔了, 那个就是, 就是变成了, 变成13, 好, 除以32了, 好, 原来是3除以32了, 好, 就是3除, 减掉3, 就是10, 就是10除以32, 10除以32等于5除以16, 就是0.312了, 那0.312呢, 乘上那个公債期货是10万, 好, 一口是10万, 所以10万乘上0.312, 可是你是百分之一除以, 所以你还要除100了, 好, 所以答案就是312.5, 因为你做空头价差变大, 所以答案就是那个312.5, 312.5是损失, 损失, 因为你做空头价差, 如果那个价差变小的话, 你就转, 好, 那如果说你那个价差变大的话, 要多头价差的人才转, 所以这一题呢, 是那个损失, 那接下来看第三二十题, 就是进口商, 他假设是进口商, 要付出英镑, 那目前的汇率是1.550, 那期货, 然后你采取期货多头币嫌, 就是去买英镑了, 就是英镑那个后来就是, 那个从那个1.508变成那个, 1.508嘛, 所以呢, 你那个买, 就是说你的币嫌获利是0.042了, 然后呢, 那个未来的那个机器会议率是1.565嘛, 然后减掉你的那个什么, 你的那个获利, 因为你要付给人家, 付给人家, 你要付1.565, 还好你那个有在期货币嫌有获利, 所以答案就是1.523, 所以答案就是1.523, 现在还没去过9233, 那现在已经有最大顺便了, 那么您这个牛奶买在高娅、